這個畫面 某種程度也傳遞出一種 韓國瑜在傾聽之旅 要凸顯他跟蔡總統 最不一樣的地方 他有溫度 蔡總統只有冷酷 對啊其實為什麼這個老伯伯 他會這麼的看到韓國瑜 會這樣做 我覺得老伯伯他之前 他是用生命來捍衛中華民國 他當然覺得說現在 只有韓國瑜才能捍衛中華民國 我覺得一定是一種情感的投射 投射 之前在韓國瑜 還沒有出來之前坦白說 蔡總統他有講中華民國嗎 他有常常看到國旗嗎 沒有 也是從去年的選戰 才讓我們看到國旗四處飄揚 蔡總統也開始講中華民國 所以這其實都是 韓國瑜給人家的感覺 剛剛我們講到桃園 桃園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桃園是搖擺州 為什麼就是搖擺州 以前是藍 後來變綠 後來變藍 後來變綠就翻不回去了 他就翻不回去了 對 從南翻回去了 但我們現在希望他能夠翻回來 你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立委的選戰 其實桃園在藍軍很強正的時候 立委的選區有六個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6比0 結果現在變2比4被翻過來的 現場選舉的話 以前朱立倫 然後接下來吳自洋 然後就換了鄭文燦 鄭文燦又連任 鄭文燦連任非常指標意義的 是在於說去年的選舉 民進黨是遇到大海嘯 很多人都失敗了 像林佳龍 六都他這樣贏的算多耶桃園 當時他還可以贏輸完票 鄭文燦在桃園經營的城 真的很強 蘇貞 還有那兩個廟 今天韓國瑜去兩個廟 一個福人公 福人公也是關鍵 一個同濟堂 應該是同濟堂吧 埔濟堂 埔濟堂 埔濟堂這個主委以前都是綠的 記者問他他以前是綠的 可是他說他20年前就認識韓國瑜 他想支持會做事的人 所以今天韓國瑜去普濟堂 他都是陪同的 那福人公主委也是啊 他本來也是綠的 他生綠 今天穿一個西裝出來陪韓國瑜 那為什麼這些基層 桃園基層都已經靠過來了 代表人之心思變嘛 代表韓國瑜可以影響到他們 這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現在很多宗教界的 通通都蠻多支持韓國瑜的 因為之前民進黨曾經 2017年的時候 有為了環保想要去 傳出來一個訊息說 要滅鄉封爐啦 引起宗教界一個很大的反彈 那當然 確實也沒有鄉啦 很多地方真的滅鄉啦 但他們後來有解釋啦 說沒有滅鄉 是要減鄉 可是其實宗教界已經有點不滿了 就覺得說你其實在行戒嚴之時 所以很多大家會發現 慢慢很多宗教界會站出來挺 那當然也是對於 民進黨施政的不滿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第三個大家有發現說 現在韓國瑜的民調 有慢慢回升 我們看到最近很多民調 包括中間選民 年輕人跟整體的支持度都有拉近 那今天最新的是一個台灣關鍵 台灣指標民調做出來的 現在的民調是還有差11.5%啦 可是位表態的還是有高達三成啦 那但是這個指標 民調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也有提到 他說現在選戰打那麼久 有七成二的民眾 是不知道蔡英文的政見 然後只有14.7人知道他的政見 那我就很好奇 韓國瑜好像不知道的事 也差不多五成 韓國瑜有五成不知道 但知道的事有三成 知道三成多 但是很特別是什麼 蔡英文 蘇貞昌 無所不用其其 無孔不入的在宣傳他們的政績 還發爛的貼圖有沒有 每天發爛的貼圖 然後臉書一直在做圖 小編好辛苦每天都在做圖 然後把蘇貞昌弄得很可愛 蔡英文弄得很可愛 但是大家還是無感 還是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做的事情都很 都要嘛就是人家已經不相信的 要嘛就是放羊的孩子 孩子做多了人家就覺得 又來又來虎爛了 也有可能是這個現象 像之前我們有討論過 蘇貞昌說他什麼農產品 外銷有多厲害 結果發現原來都是 中國大陸的外銷在成長 都是賣去中國大陸 一方面說我們不要跟 大陸有太多互動 因為有國安問題 一方面又把賣去大陸的成績 拿出來炫耀 然後甚至於連蘇貞昌 衝衝衝都變成政績之一 所以大家看起來就覺得無感了 無感所以14.7人才知道 所以他才能知道 他才能操作芒果乾嘛 可是操作芒果乾呢 又遇到陳同佳的事件 陳同佳的事件 就讓蔡英文操作芒果乾 完全破功 你不是很挺中 你不是很緊反送中 你不是很撐槓 那為什麼遇到陳同佳要來 你忽然閹割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然後忽然講說 我們有陰謀我們不要辦 然後最後過了五天 發現民調不行 才又改口說 你們不辦我們來辦 這過程已經受傷了嘛 所以大家已經被大家看破手腳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民調有起來 那韓國瑜的政界 有三成多人知道 很不簡單啊 因為如果跟蔡英文相比 有三成多人知道 蔡英文兩倍 我們要知道正確的 對 正確的 要知道正確的訊息 那一定是因為 大家知道正確訊息 所以民調才會起來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對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基層之旅 民調都是相當的有信心 而且這次去桃園 特別去跟兩蔣做一個連結 那其實桃園是很重視兩蔣的 因為兩蔣都葬在桃園 老蔣總統是葬在慈虎 小蔣總統是葬在頭寮 那慈虎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銅像公園 因為前一段時間 民進黨去講話 所以讓很多學校機關 都把蔣公園的銅像丟掉 那慈虎有一個 那邊的大西政長 當時的很聰明就說 你們不要全部丟在我這邊 後來就弄一個 全部都是蔣公園的公園 那很多國父也被挫殺 所以裡面有幾個國父 所以大家以後去的話 可以玩個遊戲 就是尋找國父在哪裡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以兩蔣的特色 其實過去是跟國民黨 比較有連結的 所以我會非常希望說 韓國瑜這一次 真的可以進反攻桃園 然後把桃園把它拿下來 讓我們桃園給大勝